但我現在具備了魔法神本 所以我可以帶你們進去 整個外面到了 分機吧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歡迎來到佛羅里的環球隱城 這邊呢也是來到奧蘭多 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玩的地方 而且這邊有兩個面 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連接點 就是佛羅里的環球隱城 這邊是全世界算最大的環球隱城了 然後裡面呢也有 這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斜角像 然後還有古靈格 所以如果跟媽媽一樣很喜歡哈利波特的話 一定會來這邊非常的開心 對 而且來這邊裝備一定要齊全 因為你就會真的置身在這個電視界裡 好 我們就進去玩吧 GoGo 進來了 我們從Universal這邊進來 總共有兩個園區 一個是Universal 那另外一個呢 是Island of Adventure 為什麼從這邊進來呢 因為 坐霍格華茲的火車啊 如果你從這邊坐的話 才看得到 九佑四分之三月台 第一站一樣直奔 借推車 這邊的借推車的地方在入口進來的左手邊 接到推車了 這邊的推車比較貴 這邊要35塊 但是呢 它這邊是兩個園區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在下一個園區 要結束你今天的行程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下一個園區那邊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邊多一個園區的關係 所以價格比較高一點 我們進來門口啊 你就可以看到 已經有很多攤位在賣今天的Express 大家會說要看季節 像我們現在這個聖誕季的話 有買的必要 因為有些比較熱門的設施 可能都要排到100分鐘 那如果不要淡季的話 就直接進去玩就好 但是我們今天都不用 因為我們已經有住飯店 然後拿到了 免費的快速通關 而且是無限次的 那還是怎麼拿到呢 可以看我們上一支 住環球影城飯店的影片 你要玩什麼 小小兵 走到門口一進來 馬上看到小小兵的房子 我們給他們一人都買了一個 這個 掛牌子的 兩個都小小兵 對 迪士尼可能還用不到 但是 郵輪啊 像是環球影城都用得到 因為我們快速通關的話 都要刷這個卡 小小兵的設施在全世界都超熱門的 好險我們今天有快速通關 現在是早上9點半 排隊的時間大概是35分鐘 其實還沒有到很久喔 可能大家都還在玩別的設施 哇 小小兵 很搞笑喔 剛才發現一般排隊的機會 比快速通關還寬 可能他早上的時候 放比較多一般的 結果快速快超慢 哈哈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哈利波特的區域了 在馬馬畫面這邊就是他們那個很有名的王石季車站 也就是哈利波特在死掉跟鄧伯利多相遇的那個瞬間的那個車站 而且這裡也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搭到真的霍格華茲特快車的火車房 等一下這邊是英國端 對對對 然後的火車站 是 然後我們從這邊搭火車之後呢 到對面去就是真的就是Adventure Island那邊的火車 就是霍格華茲城堡 對 那搭這個火車呢你一定要買park to park的票 就是要買一日兩個樂園的門票呢 你才可以坐這個火車 是 待會再來坐你 我們先去斜角像玩 你看那個裝承巴士 阿茲卡班的逃犯的時候第三集出現的 我怎麼覺得它有三層 你肯定不知道吧 沒有 你看它裡面都是睡覺的地方 它就像一個移動爐色 像我們去那個日本做出運動一樣 那這些建築是什麼 這些建築就是靠近那門斜角像外面的一些 英國街道的建築 然後他們會有個地方是正式進去那個斜角像 才會進到那個魔法世界 斜角像是什麼 斜角像呢 就是請你回去看哈利波的 沒有啦 它就是一個魔法的人物那邊買齊他們 所有的開學的道具跟東西 所以我們只有麻瓜進得去嗎 我現在具備了魔法身分 所以我可以帶你們進去 天空在這裡 斜角像就到了 神奇吧 這間就是那個魏里斯修弟開的商店 喔你看到那隻 那個前面那個就是古林格銀行 它等一下會噴火 那隻龍會噴火 有 它其實是在下面的一隻狗 你可以看一下現在那個 小朋友在玩那個魔法棒 那個魔法棒 都是在這個世界的道具 然後你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裡面都會有個魔法點 所以你只要站在那邊講一個咒語 然後會有一個魔法棒 它就會出現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可以買 我記得現在日本也有兩款 一款是拿來裝飾好看用的 我們的初代的就是單純裝飾 彎就比較貴 然後它就很多地方可以施展魔法 我記得還有下雨的 然後還有這種 吐水的 蠻可愛的 它這間主打的就是賣很多魔法商品 魔法糖果 魔法的藥物 就讓你愛上我們 真的 這超大一隻 真的吃不完 你看它裡面真的很可愛 然後它打開來就是一隻 這麼大隻的青蛙在裡面 然後裡面就是 就是剩下角色的物的塔 可以去搜集 在魔法世界裡面很有名的那個糖果 它裡面有VT口味 但它就是雷根糖 那想掉了嗎 OMG 這毛衣很好看 但是它109塊 我覺得我可以再想想 這裡還有賣小朋友的包屁 也太可愛了 這間就是所有的霍格華之學生 都會來這間買了一個魔上的店 那它跟電影裡面長的房子一樣嗎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你看它就是每個魔上都會擺成這樣 然後就是現在擺成一個盒子 讓大家去這條選舉 哇裡面超多魔上的 各個角色的魔上都有 它哈利波特的店都很小 然後這個區域非常熱門 所以人都超級多 就非常擁擠 它這間呢就是你一年級 要來念那個魔法學校的時候 一定會來到那邊 就是要買我們的這個巫師套 它裡面全部賣的都是各個學院的巫師堡 還有帽子還有圍巾還有襪子 還有襪子 反正就是你想得到的行當跟配備 它在裡面全部都 這邊這裡有一個照相館 它裡面就有一個小小的攝影棚 然後你可以拿著你的道具配備進去拍照的時候 就瞬間就可以把那個照片直接寫出來 對要買照片啦 在這個綠色這間Shotter 這邊還有奶油啤酒的專門店 日本的話是一個小小餐車 這邊是整家店 全部都是賣奶油啤酒的 對面呢廁所也用的很有feel喔 這是雨的魔法嗎 你看他們在做下一個木頭 它在那邊有那個魔法標誌 你看你看 魔法標誌上面都有不同的那個揮法 這裡了 這裡了 就每一個你都要照到下面的那個指示 然後去揮 然後講咒語 它才會成功 這裡就是古林格銀行 它也是這邊回憶的一群遊戲 它是一個雲霄飛車 雲霄飛車呢 是坐一個雲霄飛車 然後逃出古林格 對對對 它那個雲霄飛車的概念就是在做這隻龍 目前排隊時間呢是60分鐘 然後 旁邊有Lockers 可以給你記一些包裹 因為 裡面雲霄飛車呢 雖然是我敢玩的 可是我覺得是我敢玩的極限 就有一段還是有點小小掉下來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是 坐著雲霄飛車 然後看旁邊有像動畫這樣子 所以 真的很值得玩 然後它也可以接受快速通關 古林格的內部 我們進來了 哇 跟電影的場景一模一樣耶 好多精靈在辦公喔 這邊就是金庫了 現在在我身後 這一台車 我現在跑得好像幾乎 這台車就是那個 海格的那個車 它在第一集 就有出現過另外一邊 Adventure Land的另外一個最新的運氣 它要把原本有兩個 紅藍的那個龍的雲霄飛車 它把它拆掉 然後它換成這個 海格的新的雲霄飛車 等一下我們去對面就可以看到 也是目前兩個樂園最熱門的設施了 我們準備要來坐霍格華茲的火車 來去哈利波特的學校了 然後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買一次性的Express啊 你在兩邊的車站 你都只能用一次 但是因為我們是無限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 不管是要在這邊用 或是在那邊用都可以 那如果你只買一次的話 比較推薦的是在這個車站用 因為這個車站的話 才有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 對面就是單純的車站 九號在這 我們是走這裡 這邊推車計出來很好 這邊推車計出來很好 這邊可以看到 最後四分之三 那時候把推車放外面 大家就會把它放外面 東西都在上面喔 好神奇喔 要去找我們的room 哇 進來了 謝謝 間饼 中國的火車 踩上去行俾士的火車 我們在車站上 他要去停拍過 那你們停拍過 天啊 天啊 那你們停拍過 天啊 好 天啊 我們去天你 然後他們在整個耶 你們去天啊 那我去吧 好緊張 呵 緊張 我們全面到了 我們全面到了 這邊就是另外一頭的車站了 也是蓋得很漂亮喔 在這邊 我來到了他們這邊的火米村 這邊要規定三年級之後才可以去 然後還要簽家長同意書 不知道媽媽說也可以去是才可以去 這就是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看到的 最熱門最著名的景點 哈利波特的學校 那這邊的房子又蓋得有一點點風格有點不一樣 就是它前面是這個村 然後後面是那個霍格華的 走進來的右手邊呢 是騎到哈利波特樂園沒有的設施 就是我們最新的海格摩托車的雲霄飛車 不過現在好像 褲髒了 它寫一個warning在那邊 這個真的超酷的 超好玩 因為它除了造景 然後還有你騎的那個雲霄飛車 你是騎一個摩托車 然後旁邊就是那個海格 載人坐的那個位置 然後這個雲霄飛車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會有 突然間 從上面 然後下去 然後換了一個軌道 你直接從二樓變到一樓的軌道 超酷 我們的餐點來了 點了一個烤雞 這個三根哨子我覺得 它的餐點真的蠻符合我們的 因為它有烤雞啊 然後熱牌啊 然後小朋友的餐點的話也有一些炸的 炸魚條什麼 感覺還不是炸魚大都可以 也有炸幾塊 點一個蠻特別的 一個餅 然後下面沾醬 像會飯這樣 哈利波特居然只要等15分鐘耶 以前這個設施都要等兩三個小時的 果然是有更多更新的設施了 這個已經被排擠到後面去了 這一區是奧蘭多環球影城的漫威園區 有沒有看到它的顏色就比較繽紛一點點 那很多人問問為什麼環球可以用漫威呢 其實是因為漫威在賣給迪士尼之前呢 環球他們已經有用了他們的電影 然後像蜘蛛人啊 然後還有這個園區 所以他們就是還可以繼續使用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浩克的設施 如果你是喜歡玩刺激的話 也是必玩的 超級無敵快 而且它很多個360度 哈囉我們要回去了 這邊的環球真的很推薦你很喜歡哈利波特的人 而且這邊還有其他很多東西 像是茫威啊迪尼那些 也有蠻多元素都在裡面的 所以真的是覺得很適合一起來玩玩 來到這邊千萬不要錯過這邊的環球 推薦我覺得我很喜歡玩的一個是 金剛的那個骷顱島 骷顱島也是坐車 我覺得很精彩 旁邊它可能會衝過來啊 然後有下雨那種感覺啊 蠻帥的車 然後也是只有這邊才有的玩的 這邊園區呢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就兩個樂園呢玩一整天 我覺得剛剛好 今天還蠻多設施也是要等蠻久 然後快速公關也是有享受到啦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衡量的價值 因為這邊快速公關不便宜 不過大部分設施呢都有快速公關 然後只有兩個比較熱門的是沒有的 像海格的摩托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最新的那個 恐龍的豬肉雞公園的遊戲 那個也是很刺激的雨校配色 這兩個沒有 那其他大部分都有 我覺得也算好用啦 然後住飯店 我們送的這個真的是很划算 讚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隨機拷問 有人知道這隻是誰嗎 不知道 這隻是魏里斯甲族的 他是他們家的蟲蟲 這隻是哈里布 這隻是魏里斯甲族 魏里斯甲族 對不起 咪了一隻是嗎 我們有些人說的 來看 我們這隻是有什麼東西 我們去看 我非常想看 我們就去看 我們先的